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财科暗战 我是章涛 自从6月5日起 SEC控告赵长鹏、币安、Coinbase这类的新闻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但过去这一两年这类的法庭新闻 其实都相当多 可能你都会觉得拖拖一下就没事了 也不是很大事 比特币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也不是跌得很恐怖 迟些可能也会没事 但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今次这一件起诉事件 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远比你想象中的大 今天这段影片想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SEC控告赵长鹏和Binance带来的种种影响 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支持我做更好的内容 我们看新闻说 SEC控告的是Binance.us和赵长鹏本人 另一边商是控告Coinbase 但我今天这段影片主要是针对赵长鹏和币安案件 因为他们两者之间其实也有点不同 但同一时间提醒一下大家 本人我张图并不是法律背景 所以我以下的分析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意见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详情的话 便建议你看看百多页子的控告书 SEC今次的检控其实是控告 萤幕上我们看到的这三间公司 以及赵长鹏本人 那控告什么呢? 主要就是说他操控币价、挪用客户资金 以及在美国经营一些未经注册的业务 以及发行一些证券 第一点挪用客户资金 在没有更多的资料之下 我们很难看到是否真的有挪用 不过币安提供的服务和公司结构 似乎对他比较不利 币安同时间是在饰演几个角色 第一包括有交易所 还有OTC即是场外交易 结算机构 然后是经纪商 然后是造市商 而这里有几间公司在做的服务 背后实质的操作人 或者利益拥有者 都指向赵长鹏一人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你就很难去撇清这些关系 大家看到这幅图 就是我在网上做资料搜集的时候找回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么多间公司的关系 以及赵长鹏在里面的角色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钱包没有分得很清楚的话 就算你本身不是想挪用客户的资金 你都已经挪用了 如果大家有玩过 虽然说虽然会很明白我在说什么 第二点就是操控币价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market making 或者是造市 在一个币要上交易所的时候 通常都会要求项目方提供有足够的货源 是令市场需要买的时候 你会买得到 而需要卖的时候又会有人接货 其实是一个正常操作 不过你很难提防到人 是左手和右手在做trade 即是说币是我出的 然后我就和自己不断买 然后做起币价 做起币价之后 所谓吸引到有鱼又迷来的时候 我要割韭菜的时候 我就卖出去 然后由人来高盘接货 当然这些行为 在股票市场上一定是犯法的 一定会被人拘捕 但在crypto的市场来说 因为一来缺乏监管 二来就算你要监管 除非你要有一些很精密的追踪 这个交易所需要配合 否则很难证实买家和卖家 其实背后是同一个人 币安好像是17年才成立 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大部分的交易所 我相信都是在没有KYC的情况下 都能做到交易 没有KYC又怎样可以证明 人们不是在乘搭棚 不是在拆交易量 或者英文叫washing 这样做起一个币价呢? 里面有人这样做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但你自己有没有参与 以及你自己有没有 用这些方法去炒起B&B这支币呢? 这个我不够知道了 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但当SEC要控告他时 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 币安要解释他没有做到这些拆交易量 我相信反而是会有点困难的 虽然举证也很困难 但今次SEC就好像找到币安的前高层出来 来做证人去指证币安和赵长鹏 那指证他们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其实赵长鹏才是背后几间公司的 Effective CEO 以及指证到这些做市 清算 交易经纪等等 其实这些操作 其实都是同一币安的同事 如果有这些证供的话 就会对他非常不利 第三点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也要留意的 就是在美国出售一些未经注册的证券 这些证券包括是什么呢? 听听听你也害怕的 即是BNB 当然 BUSD ATCOM SOL Matic 等等不能进录 他用的字叫做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包括 但不限于 即是他说了 究竟什么是证券呢? 有一个证券叫做How We Test 里面有四个 criteria 如果能够配合 你便是证券的 什么是How We Test 我这里就不详细去展述了 你可以看以前的影片 或者是上网搜索就知道了 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是不是经过一个第三方的努力而获得回报 即是用人话来说 即是说你是不是躺在这里也在赚钱 不是你自己付出的努力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买了一个证券 例如一间公司的股票 例如一间公司很努力赚到赚钱 然后你又剩下 这个大家都明白 但如果一只币也是这样 他便觉得他便是证券 这一点一直以来 都是加密货币的项目方 以及执法部门之间的争议 因为一旦他成为了证券的话 那就再见了 首先你下架 然后你重新跟我 注册登记申请 即是慢慢批 即是不用玩了 目前唯一一只官方都认同 他不是证券的 就只有比特币 其他一种的 包括美元稳定币 美国政府方面都认为 他是属于证券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声音都说 其实以太币也不是证券 但政府方面都未出一个 很明确的答案 说以太币不是证券 所以现在都有很多讨论在这里 其中一个原因 为何它是或不是证券 就是看它的去中心化程度 因为如果用我们刚才说 HalwayTest那点 你有没有经过第三方的努力的话 如果你有很多的接点 很去中心化的话 这个是否叫第三方呢? 而第三方这么分散的话 就变成不是第三方了 现在因为 比特币是非常去中心化的 但以太币也说 有几十万个证券 是否非常去中心化? 又好像是 如果我们的定义是说 很多validator 所以它是去中心化的话 那什么叫做多呢? 50个够不够呢? 500个还是50万呢? 这当然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的 下注的话 我都会觉得以太币最后 也不会是证券的 所以比特币我当然很放心 以太币我都会放心的 目前来说 现在我们在赵长鹏的推特币 我们都可以看到 只要这件事不牵涉到 Binance.com 客户的资产是安全的 但我看完之后 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安全 因为这句话 你倒转这样看 是否就是说 当这件事影响到Binance.com 客户的资产就不安全呢? 当然他会说这些是fuck 而这件事发展到今天 仍然是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 即是说在差的情况之下 就是赔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大家留意一点 只要执法部门多走一步 加一条罪叫做洗黑钱的话 那便立即变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刑事指控 这些只是猜测 放松一点 希望我也是乌鸦嘴乱地说的 在过去多年的发展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压力测试之下 弊安也是过关的 其实我心底里 也很想它过关 因为这些法律的事情 其实是拖很久的 我们看看XRP事件 到现在发展到两年多了 都未有一个清晰的定案 当然XRP在继续炒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些心理准备 大家知道要做些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 我最关心的不是它本人可不可以脱身 而是这件事会对世界潮流造成一个什么影响 第一点我的感觉似乎是美元霸权衰落之下的一种挣扎 这几年的发展相信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政治是大过经济 经济又大过法律 所以我们不禁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 就是空高币安赵长篇 Coinbase对美国政府有什么好处 现在美元在衰弱 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 如果更多钱离开美元的银行体系 或者传统金融体系 而流向加密货币世界 或者web3世界的话 对于美国霸权地位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所以今次控告他们 如果可以做到入赌罪 当然可以有大额的赔偿 第一 第二会令到这种加密货币 可能要被逼落架 有大量的交易所 可能会因此而无得做 加密货币很多的项目都会无得做 然后大家会觉得 钱都是放在银行 买美元定期买国债 是最稳定的 那这个角度去看 是否对美国是最好的结果呢? 我经常说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出现 其实是让人们对金钱有一个觉醒 什么是钱呢? 我如何保持我的购买力呢?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其实政权就是通过无限发币 然后通货膨胀 去绑住大家 让大家继续做金钱的奴隸 这些讨论或觉醒出现之后 的确是让更多的人流走 不再信任法定货币的体系 现在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 我们经常会说 某某币 比特币 以太币 是一个通缩货币 又有个燃烧机制 是会减的 不是加密货币的 然后是Code is law 你改不了它 没有人可以改到这个机制 如果当越来越多人都明白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能保护自己 作为美国霸权来说 他当然不想你相信这一套 他当然要告诉你 这才是方言 否则又怎样控制你呢? 第二个大影响 就是我相信会有大部分 曾经ICO集资过的项目 将会被逼下架 甚至乎是被告的 因为你想想 其实大部分他们的套路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个故事 出了个币 然后公开集资 没到钱回来之后 你就去经营这个项目 然后去炒币等等 如果这件事是一个证券的话 你秋后算账 很多就要还 而在这个氛围之下 这些现在的交易所 还不敢让这些新的币上市呢? 而旧的币会不会 那些人为了明节保身 而又要叫他们下架呢? 整个氛围就将会很差 顺带一提就是今年6月1日之后 香港SFC都非常认真了 就说所有没有拿牌 没有进入申请程序的公司 不可以在香港继续经营加密货币业务了 如果你是拿牌或是在申请那些 他们也不允许你提供很多不同的加密货币业务 只是在交易市值最高的那几个 大家的选择反而少了很多 而且大家注意了 是没有美元稳定币的 即是说是港币对加密货币的交易 那些现在没有拿牌的人 其实现在周围很急地在找 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落户呢? 如果香港又这么严格 中国大陆就不用玩了 美国现在又这么认真的话 其他还有什么国家呢? 是可以让他们很正规地去经营 其实这个空间就会越收越窄 现在的世界已经这么困难了 又说是熊市了 经济又不好了 现在监管又这么严厉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诱发币圈的终极一跌呢? 这个终极一跌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all coin 都会死亡的了 很多的项目 就算很有意思的项目 可能都经营不了下去了 但是正面地去说 资金会不会流入到比特币呢? 大家就做好准备了 第三个影响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 web3项目因为利益切割不够清楚 而可能要附上一些法律责任物 通常创业团队在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 是不会说一开始就将利益分割得很仔细的 通常先做一件事 这件事可以才算 里面也未必只是一间公司 可能是很多公司合作出来的 什么项目方 技术方 销售方 投资方 又有不同wallet 不同的开支 不同的收入等等 当你切割得不够清楚的时候 当一间公司有事 而里面又没有一些很清楚的合同 去切割关系的话 就会出现火销连环船的情况 说到这里 也希望各位如果是有经营生意的 无论你是和虚拟有没有关系 也值得留意一下 合同要清晰 利益分割要清晰 长远来说 就可以小心使得万连船 听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响起了一个问号 就是 我的钱带在币安里还安全吗? 需要提了币才算吗? 当然我没有一个model answer给大家 过去大家看到 曾经reputation那么好 大家都觉得这么稳定的FTX 都可以隔夜什么都没有 币安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压力测试 好像没有事 事情还未牵涉到Binance.com 好像没有事 但也是提醒大家 我们的资产主要是不应该放在交易所里面 无论交易所多好也好 我们应该培养一个习惯 交易所是用来交易的 而不是用来储蓄的 储蓄的户口应该放在我们的冷钱包里面 说到冷钱包 当然又有一些懂事的人 又冒起一个问号 最近冷钱包好像也有事 Ledger也说 这个最新的update会搞我 会将我的private key出卖 Tresor又说 银包可以被hack 现在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的钱 我下一条影片会拍一条有关于 钱包管理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怎样管理钱包 还有有什么好的practice有什么不好的做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